大伙小快 跟大家聊聊我的工作 其实我是一个全职爸爸 脱口秀只不过是我在外边找的一个野工作 全职爸爸这个工作不上班还真的不行 因为家就是工作单位 七乘二十四小时工作制 我媳妇说了 你要是不上班也别在家待着了 咱们单位不养闲人 好在全职爸爸是一个经常能让人感觉受到尊重的职业 因为我服务的客户就是我儿子 这个甲方在提需求的时候一定要相关乙方叫爸爸 但是爸爸在教子友方这一块 确实是存在感太低了 有非常多的爸爸 他们因为工作太忙了 就对孩子比较疏远 导致跟孩子关系不是很亲近 其实有一个动画片就说的是这件事 说池塘里有群小蝌蚪走丢了 没有一只想去找爸爸 因为他们知道找了也没有用 爸爸肯定会说 呱呱呱呱 意思是找你妈妈 而且我作为一个全职爸爸呀 经常会感觉现在好多家长太焦虑了 他们过于看中孩子的考试成绩了 我就觉得考试呀 及格就行了 现在我们家孩子也上学两年了 我就发现呀 我有点过于看中孩子的考试成绩了 前两天考完试 跟我说这次数学考的可是不错 因为只有一道15分的大题没做 所以应该能得95分 成绩发现了以后 我说你这应该是有一道95分的大题没做呀 考这么差吧 答也不合适 我只能寻寻善诱 我就问他 你长大以后想干点什么呀 他说我长大以后想当科学家呀 我说那就对了 想当科学家呀 您得好好学习呀 孩子成绩虽然不好啊 但脑子转得真的挺快的 当时就明白了 那我就不当了 谁爱当谁当吧 我就跟他说 那你长大以后总得要有一份工作呀 他显然还不明白工作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问了一个非常失礼的问题 他说你不是就没有工作吗 我还得给他解释 我怎么没有工作呀 我的工作就是当你爹呀 他一听又明白了 那我长大以后也可以当你爹呀 那时候我才明白啊 为什么男人在成为爸爸以后 会主动承担这个赚钱养家的责任 因为这比带孩子容易太多了呀 我都想好了 我做了这么多年全职爸爸以后 逐渐有了一个正常人都不会有的念头呀 我想上班 我媳妇知道了以后 非常地生气呀 说什么 你还想跳槽是吗 你可考虑清楚了 爸爸这个职位 原则上轻易是不会换人的 可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呀 哪还有什么铁饭碗呀 都是能者居知 所以说呀 跳槽呀 一定不要先让你的老板知道 因为他肯定会软硬坚实地去挽留你 同时 偷偷偷去招聘新人 因为我媳妇马上就开始上网 找人全职带孩子了 你们可能不知道 全职带孩子现在有多贵 就这么说啊 我看到那个薪资待遇以后 就感觉 这活我也能接呀 我甚至可以去给别人带孩子 唯一的问题就是 这还是有点职场歧视 不要男的 所以我现在就继续做全职爸爸 不是为了别的啊 就是为了挑战一下 女性在教资有方这一块的垄断地位 洗牌行业格局啊 而且 我最想做到的是 就是以后 如果小蝌蚪 再走丢了 身后一定会传来 四个字 爸爸在这儿 用蝌蚪的话说就是 挂挂挂挂 谢谢大家 我喜欢 我们今天主题是 不上班行不行 当然行 我就一天班都没上过 因为我以前是一个rapper 所以我以前 我现在今天看到曾一老师 我真的感到特别亲切 因为我们都属于那种好rapper 最起码我们遵纪手法 你知道吗 就是 不管唱得怎么样 人做得不错 人做得不错 刚来上海的时候 我就想着 不上班可以 但是不赚钱不行 所以晚上做音乐 白天找了一个运动品牌的兼职 相信大家从我这个气质 应该能看出来 我当时主要负责的就是 女装的这一层 主要是 所以那段时间 每天晚上在卧室里路说唱 哪怕我是晚辈 也绝对不会谄媚 白天到店里 哎呀姐好看似了 好看似了 好看似了 但是哪怕我嘴这么甜 也有一些阿姨我搞定不了 比如那种拖了一个小拖车的上海老阿姨 来之后他们从来不买东西 他们只是想跟你说话 一张嘴就是那种 你过年才会听到的问题 哎小伙子你在这里上班 一个月赚多少钱啊 哎呦才三千多怎么活得下去的 那你这个买房了吗 哎呦没有买房怎么活得下去 那你这个一天三餐都怎么吃啊 哎呦天天吃外卖怎么活得下去 他就走掉了你知道吗 他就从我面前走掉了 我经常感觉这些阿姨来这个店里 就是想来看看我死了没有 然后有一天我真的死在这个店里 这个阿姨绝对回来说 这个小伙子我知道的呀 哎呦他就是吃外卖吃死的呀 他就是 要么是租房的堵死的 也有可能是穷死的 后来就干了两月不干了 发现三千多在上海 确实活不下去 就来做了这个脱口秀 还不如那个呢 干脱口秀也两年了 其实挺开心的 但是两年一直有一个事很困扰我 这两年我基本上每天都在问自己 我到底算不算是一个帅哥 我以前没觉得自己帅 我只知道自己长得不丑 当我干了这行之后发现 干脱口秀 你只要长得不丑 那你就是帅 带着这个疑惑 我去问了我们的公司一个女同事 她说 我们之前早就讨论过 你不属于那种五官帅的帅哥 你属于我们现在说的那种 氛围感帅哥 我一听到这个词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这张脸上 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帅了 我的帅需要这么一个生僻的氛围 作为我帅的定语 我已经很久没有听过氛围这个词了 我上次听到氛围这个词 还是我在天津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老师跟我们说 说借堂课 氛围 两个部分 氛围两个部分 但是我上次就听到氛围这个词 我的风格就是这样 就是莫名其妙 但是做偷偷其实很累 不管是线下演出 还是这种录节目 其实这种录节目真的很累 一天十几个小时都在高强度的说话 导致每次录制完都是一个 一句话都不想说的状态 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 在结束一天辛苦的工作之后 在一句话都不想说的状态下 碰到一个特别想跟你说话的网约车司机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 甚至从上车他说的第一句话 你就知道完了 我们录完第一期的时候 我就碰到这么一个 从上车第一句话我就知道完了 上车第一句话就是 尾号2118 哎呀 2118 送你回家 多大岁数啊 我看你也就30出头吧 我当然太累了 我只想敷衍一下 我说嗯 对 那你们在这个片场是拍电影的是吧 我说是 对 哦 娱乐圈呢 娱乐圈水深呢 千万小心哦 但是赚的肯定不少 那不像我们 一个月累死累活了 才两万多块钱 我沉默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陌生人 素未蒙面就能戳到我的痛处 我沉默了 但这还远远没有结束 现在这两万多块钱 哪里还算钱啊 你说说 刚才郊区买个房 车贷房贷一还 就剩一万多了 一万多够谁花的呀 够你花吗 对不对 对的 来 来 嗯 嗯 嗯 真的 大哥吸着一下之后 我就再也没听到说什么了 我满脑都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说 没有经过这么一天 辛苦的录制 我在全盛时期 能不能跟他聊个五五开 我想了很久 我觉得我聊不过他 他比我还莫名其妙 我就在想 全上海到底有没有 一个人能治得住他 我只想到了一种情况 就是有一天 他接到了一个订单 这个订单是一个 运动品牌门口的订单 上来一个 拖着小拖车的上海老阿姨 上车之后 司机没说话 阿姨先说话了 小伙子你开这个 一个月赚多少钱啊 我们一个月就两万多块钱 两万多块钱 怎么活得下去的 两万多块钱 那你这个买房了吗 刚在郊区买个房 哎呦 这郊区怎么活得下去呢 这郊区 那你这个一天三餐都怎么吃啊 我们一般就是 哎呦 你天天吃 这怎么活得 你哪怕吃点外卖呢 你哪怕 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 OK 谢谢大家 谢谢 3 2 1 请锁跳 我碰见过 那个像那个阿姨的那样 一个司机 20年前 在上海 然后我一上去 就说 哎呦 你是来哪的人啊 我说我是北京人 哦 来我们大层四 看一看啊 哎 大家好 我是张浩哲 小眼睛的又来了 职场嘛 眼睛小也要随领导 我今天聊职场 我的职场之路 开始得很隆重 因为我入职的第一天 赶上了公司年会 第一次擦年会 给我震撼到了 全是不能称之为 才艺的才艺 我目睹了几个 胖胖的男同事 穿着裙子 跳孔雀舞 我说怪怪 这世界上 哪有这么肥的裙子 领导致辞还说 年会能提高凝聚力 当然了 因为一起丢过人 我很后怕 我这个身段 但凡走来两天 那个开屏的就是我 我就在想 领导让员工 在年会上表演节目 父母让孩子 在饭桌上表演节目 是不是人一旦掌握了权力 就会喜欢看别人 表演节目 什么就考虑吃饭呢 你也可以不演 现在下去也可以 那可不敢 这里完全没有讽刺 李淡老师的意思 他觉得有这个喜剧的 鉴赏能力 我本以为年会 跟我没啥关系 万万没想到 抽奖 一等奖抽出了 我的名字 同事都懵了 这孙子哪来的 这孙子不会是 领导的孙子吧 我也懵了 羞答答的上去领奖 这时领导走过来 拍了拍我肩膀 对我说 过去的一年 辛苦你了 没为公司 挣一分钱的我 拿着崭新的iPad Pro 我赶紧说 我今后一定努力工作 但满脑子想的是 我要不直接辞职吧 这家公司 我已经挣够了 但是我不能辞职 我参加过年会 是个有凝聚力的人 况且过一天 公司团结 还有免费旅游 旅游嘛 就是放松 对吧 放下社会上的 种种压力 结果公司去了 158个人 这不是放下社会 这把社会带上了 你摘不开 我就发紧开了 食堂阿姨都去了 这是连社会 保障都带上了 到了那个度假村 我想去酒吧 喝点小酒 结果一进去 全是同事 朋友们 如果一个地方 同事的含量 超过了60% 那不管这个地方 之前是干什么的 他现在就是职场了 就会有一些莫名的比较 我踏进酒吧的一瞬间 就进入了工作状态 因为我看到 吧台那里 已经有几个大哥 在做PPT了 说真的 我之前打死都不会想到 酒吧里居然会出现 PowerPump这种脏东西 你说这时候 要是有个初中生 一脸憧憬的进来 得多幻灭呀 成年人的快乐 就是动画效果 和艺术字体呀 早知道跟电脑课一样 我就穿鞋套进来了 这是哪年代的电脑课 他为什么会知道 压力太大了 这次这个主题 叫做不上班行不行 我的感觉是 只工作行不行 因为工作不难 难得是工作以外的人情世故 我以前什么乱七八糟 表情包都发 什么什么亚洲舞王 赵四嘴角抽搐 黑人一头问号 我是有让我帮他拿个外卖 我都会回他一个 歌神张学友 小嘴一撅 你让谁了雷 都是这种你知道吗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回不去了 我的表情包里 新加入了 从严肃到活泼 六种不同风格的OK 虚公和磕头 两种不同姿势的 谢谢老板 我一个一米九 二百四十斤的商用大汉 回微信可温柔了 会议记录做一下 嗯 好大 还不给灯啊 波浪线玫瑰 压力太大了 为了缓解压力 我开始玩脱口秀 现在又加入了笑狗文化 这个和谐有爱的大家庭 哎呀 压力更大了 效狗文化是个什么地方啊 朋友们 这是每年夏天都有个新王登基的地方 那在你身边的都不是同事呢 一个个都是王储 我现在看着忽兰杨丽周其默这几个大阿哥 摩拳擦掌 公正戏 就特别能理解皇上驾崩的时候 那帮太监的心情 就这么多新主子 我该伺候谁呢 所以这次这个图图年会 我没想过登基 也没想过拿一等奖 就让大家知道知道 这孙子叫张浩哲 我讲完了 谢谢大家 可以了 可以了 浩哲应该是五年啊 浩哲来来 浩哲 浩哲 大家好 我是一个双胞胎 今天讨论职场 结果这一组12个演员 只有我们俩是女的 感觉这就像一场行业大会 请了一群男演员 来抱怨他们在职场奋斗有多难 也让我们俩进来了 因为他们缺两个礼仪 我们去年在节目上讲反对外貌焦虑 胖瘦单眼皮都很美 讲的眼睛里都泛出了泪光 因为我们贴了双眼皮贴 过敏了 贴双眼皮贴这些东西特别麻烦 所以我每次要比男演员 早起两个小时过来化妆 我们俩还必须用同一个化妆师 我化完了 我才能化 每次化妆师化完 我再看到他的时候 都有一种游戏没存档 电脑自动重启的感觉 我就不想在化妆上浪费这么多时间了 有一次我就跟他说 我想去割一个双眼皮 我说你不要这么随便地动我的脸 我说我又不是动你的脸 你动了 我不就得动吗 我们俩的脸 脸动啊 我说那你就跟我一起去割嘛 但我不想割呀 我觉得你想割 只是因为看多了街上的整容广告 我说那我割 你不割 我们俩走在街上 就是一幅整容广告 其实我们俩现在就可以演一个 整容广告上的前后对比图 因为你们发现没有 那些对比图变化最大的 是心情 整容前 整容后 所以他就一直想拉我 陪他一起去割 因为我觉得最悲伤的事情 就是一个人做手术 没有人陪 但我觉得最悲伤的事情是 一个人做手术 只是为了陪另一个人做 后来有个男同事 听说我们想割 他叹了口气说 没想到你们俩 会在乎这么肤浅的事情 但我们不割 他也不会说我们深刻呀 感觉一个女人 打扮 是肤浅 不打扮 是没礼貌 许之远 不打扮 是没礼貌 且深刻 我们也没有办法 好像所有女人工作之前 都得变美 连我们小时候 看的动漫里的女主角 百变小音 美少女战士 她们连打人之前 都要变美 她们的变身 就是化一套全妆 为什么要在打之前化妆呢 不应该等被打死了 下葬之前再化吗 完了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美少女战士变身 都要变出高跟鞋来 就好像高跟鞋 能让女人变强 上班要穿高跟鞋 战斗要穿高跟鞋 感觉如果第一个登月的宇航员 是一个女人 她都得穿高跟鞋登月 她在月球上宣布 这只是我个人的一小步 却是红底鞋市场拓展的 一大步 所以我们就特别羡慕 同行的男演员 因为他们可以 不喜欢化妆 他们可以跟化妆师说 不要给我抹任何东西 给我喷点水就好了 一个真男人的脸上 只能有汗水 疤痕和重型机关枪 留下的蛋坑 那些最男人的社会大哥 他们一点都不怕被刀砍 他们只怕被刀砍的时候 被一刀割出双眼皮 所以我们会害怕在职场上 被当成白色 被当成一种用来增添美好氛围的 女性相勋 别人当脱口秀演员 我们当礼仪 别人说一大段脱口秀 我们说 所以在职场上 化妆和高跟鞋都没有给我们力量 真的给我们力量的 是我们自己 和我们都喜欢喝的 经典有机奶 每百毫升含3.8克原生乳蛋白 接了广告就知道 事业才是力量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 言语言语 3 2 1 请锁票 我们采访一下这个组合吧 默契吗 觉得默契 特别默契 这这这双胞胎是天生的默契 真的 我就见过真的一个 可能好好吃 见过来不及了 他们俩一点都没有那么搞笑 他就是很冷静的在说一个事情 能说成这个样子 已经很不容易了 超级难 其实我理解静姐的意思 就是两个特别可爱的青春的小姑娘 去讲这种段子的时候 她就会成立 就在这个舞台上 就让你感觉到 她就说的对 他们就是说 王建国跟那谁不情 就是这点 但是两个男人在那里说的话 就怎么觉得 不到位 他应该是这个意思 想让他们已经死了 就不要化全装了 他们已经离开我们了 他们俩这个两个的 真的很好 很新颖 因为尤其他们俩是两个美女的时候 更难 更难真的 我觉得要鼓励 鼓励 我觉得今天他们 是我目前听过最有共鸣的一个点 等一下 你跟他们是最有共鸣的 美少女战士 因为我非常喜欢美少女战士 水定月 然后我打赌你跟他俩不是一种共鸣 因为我就说他怎么变身之后 那么喜欢看他打怪兽呢 因为划完中央打 所以他们那个发现 发明那个点特别的 我觉得特别的 高跟鞋那个 对 特别的奇妙 然后这又说出了一种 这个社会一直有的一个 既是问题又不是问题 又莫名其妙所在的一个事 对 就让你觉得心特别痒痒 又感觉这事 对对对 莫名其妙的 他们俩就成立了 又深刻又好玩 这个点发现的特别绝 对 我要问一下花姐吧 花姐我看好像就很少穿高跟鞋什么的 那因为呢 很少穿平底鞋 就是因为我在 今天是从那个上面下来 所以我怕穿高跟鞋 平时演出会被要求 一定要穿高跟鞋 而且还穿得很高 搞得争议还在 里面还在垫点那 得啊大老师 这个冠军吗 谁啊 我觉得他俩的分数应该不会低的 对对的 我觉得不会 不会被淘汰 起码不会 反正今天是获得了 四个领校园的拍灯 我们请 左手边的三位 回到舞台中央 你们觉得 演艺演员和浩哲谁比较高 我感觉演艺演员会高一点 可能浩哲高吧 来 让我们看一下 最终的得票结果 二哥整个五分钟都在说 这个全职爸爸的事情 很不错 我觉得比他的图维萨要强很多 Kate呢 今天他应该是尝试着一个 纯表演的状态 我觉得他应该也挺满意的吧 我觉得张浩哲是突破了新旧枪 已经摸到了那个 在这个舞台上一个该有的状态 演艺一个B级 他俩的表现已经完全不过折服了 我真的觉得就是不过纯情 189162 浩哲第一 哇 厉害我们恭喜张浩哲 189票 晋级上位区 演艺演乐 晋级上位区 恭喜 我有点紧张 我没有演好 对不是特别满意 但是确实也尽力了 演艺演乐就是观点非常强的 而且他们也对生活有很深的洞产 特别棒 第一轮比的时候自己就紧张 然后又觉得没发挥好 觉得没有证明不及 但这次好像稍微证明一下 就觉得还是可以 我觉得浩哲就是 找到了在托口球大会这个舞台上 如何表演的感觉了 好了 你们俩谁先说 看一看 分高的先说 分高的先说 我现在不怎么紧张了 现在好多了 缓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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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了 刚才聊啥了 就是要离开这个舞台了 去年 我们每一年都有那个选手那头 大家知道吗 就是比如说去年50个人 会给你来一个选手那头 去年给我的选手那头 是第49名 50个人 然后今年差不多 我们刚才有选手那头 然后33个人 我排了第30名 所以我最起码 一年进步了18名 所以 所以这个托口球大会五 就说不准了 托口球大会六呢 说不准就是 这个 可以 也就是说不准了 一非中天 就希望大家 谢谢给我投票的143位朋友 也祝没有给我投票的朋友 这个天天开心 天天开心 这个说话风格就比较接近 那个司机了 日常生活了 快 我去年那头是20 今年是31 比他还低呢 然后这个无所谓 但是我其实想重点说一下 因为去年有个不太好的经历 就是我去年讲了一个 我媳妇的段子 回来 网上有很多的人 去骂他在那里边 我觉得没必要 然后今年讲了孩子的段子 我也得说一句 很多东西都是我编的 它并不是真的 而且还有一个 因为上一次录 这第一轮的时候 我们家孩子在期末考试 然后我一直都不在身边 然后考的比平时好多了 所以说 他就应该想来说这个 所以这个 我可能也要考虑一下 自己的教育方法了 没别再有说的 谢谢各位 谢谢两位 明年再见 谢谢